為何小朋友會有寒背? 小朋友這段時間在家學習的時間 在梳化上看書、用手機、用電腦 沒有注意到姿勢 容易造成他們寒背、腰椎外突、頸椎前傾 以及walking的問題 長期對著書桌、寫字、電腦、關心 頸部向前傾的話都會形成寒背 小朋友的書包過重 壓到背部越來越彎,形成寒背 家長如何檢查小朋友有沒有寒背呢? 首先小朋友可以整個人鞏著牆 背部不能夠貼著牆 背部有沒有一塊拱起 頸部會不會向前傾 這就是寒背 還有第二個方法就是趴在床上 看到背部拱起的時候 就為之寒背 寒背對小朋友有什麼影響呢? 有句說話叫做骨骼管健康 背部管內座 人的整條柱骨裡面都有很多神經線 是貫穿我們所有重要的內臟器官 寒背就會令到前面的臘骨向裡面鍋 就會壓到心肺功能 心肺功能會弱 還有一個人寒背的時候 頸部都會向前傾 影響到輸送腦部的血管和神經線 影響到小朋友的集中能力、專注力、記憶能力和精神狀態 寒背、頸部向前傾都會伴隨著腰椎外突 腰椎是負負責腸胃的神經線 這類的小朋友就容易是腸胃不好 Dr.Yan 不如介紹一些幫小朋友改善寒背的運動 整個人是趴在一張瑜伽尖上面 或在床上面做都行 雙手伸直 然後肩甲骨往後收 整個核心崩緊 整個脊椎保持停直 然後上半身和對腳就往上抬起 保持著10秒至15秒之後 可以慢慢放鬆 坐在地上那裡 然後後面就放一張椅子 兩隻手可以放在後面 手心向上 挺胸 頭向上伸展 手臂向後伸展 胸部就向前伸展 這個伸展動作保持著然後 心呼吸吸氣 呼氣 如是寫做15組 這個動作的目的最主要是 令到小朋友習慣挺胸 小朋友做功課都會 頸部向前傾離寫字 或者用電腦 令到容易肩緊薄痛的問題 看看小朋友如何示範 先把手放在耳朵上 頭要微微向下 右手向右邊拉 維持姿勢20秒 然後放手 之後再換左手重複動作 做15次就可以了 為何小朋友會喊腹腸道呢 我們現在做的是四點靠牆 首先腳渣 雲骨 肩膀 肩膀 後尾枕 這四點是適合牆 一條直線 兩分鐘 每日做五次 總共是十分鐘 這是一個正確的姿勢 做完之後 就將這個動作帶回日常生活 整個人就會很停直 首先整個人站直 然後慢慢伸到對手 伸到最高 頭和對手向上拉 維持十秒 呼氣 向後打過半月 為之一下 十下就為之一組 組五萬個十下 要留意 當頭和手向上拉的時候 要收下巴 這樣才有成效的 好期待 好期待 好期待